那时,有人把一个父母的阿爸带来见耶稣 耶稣把魔鬼赶走 阿爸就说出话来 群众都很惊讶地说 在以色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可是法利塞人说 他是靠魔王驱魔 耶稣走遍各城各村 在他们的会堂教导人 宣广天国的福音 治愈各种残疾病痛 每当他看见群众 便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墙 因为他们困苦又无助 再没有牧人的羊群 于是他对门徒门说 田里要收割的庄家很丰富 但工人很少 所以你们要祈求庄家的主人 多派工人来收割他的庄家 所以我们来说 有没有牧人的阻护